寫这首曲子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 我记得是几年前 我跟陈团长陈诚雄先生相遇 那么就说起来说他去国内演出 见到了一个很好的演奏家 他跟一个很好的改良过的传统的乐器空虎 他就说他非常喜欢这个乐器 他要把这个乐器介绍给全世界 但是大家知道空虎是很有名的 但是为他而写的曲子并不多 尤其是大曲跟乐队在一起的 现在因为陈诚雄团长他有这个意愿 我觉得这个乐器非常的棒 应该向全世界来推广 所以就跟我说起希望能够写一首 跟乐队协奏的一个空虎的协奏曲 那么跟了下来我就想写什么好呢 因为凤凰这个空虎本身好像跟凤凰有点关系 而且在中国的图腾叫龙 另外还有一个图腾叫凤凰 一个是阳的一个是阴的一个代表熊 熊性的一个代表磁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都很有代表性 所以我写过龙的题材写了不少 那么这次我就想用凤凰这个题材来给空虎写一个协奏曲 所以呢想了想些有个现成的就是传统的传说 叫做浴火空虎 空虎这个乐器啊在很早以前 汉唐时候中国就已经有空虎 可是那个时候空虎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空虎呢是建立在竖琴 然后经过改造变成双排弦 这样子发展出来这么一个乐器 这个乐器非常非常独特 因为它不同于这个竖琴西方的 竖琴只有单排弦 但是空虎是呈优质型双排弦 它在这边左手弹的时候 右手就能够做出一些 我们弹波乐器的特点的语法 它的右手弹左手就一样可以做出 它协助这个音乐的语法 所以这个乐器可以说是 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新出代的一个中国乐器 这个作品是按照传统的正规的协作曲的 这种为止去来创作的 更有三个乐章 一个乐章呢是前是中版 第二个乐章呢是破是快版 第三个乐章是非是适中的漫版 来展示凤凰浴火重生 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演奏当中呢 在最初期呢 我来对这个作品 今天诠释练习的时候呢 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困难 比如说这个空虎演奏的 它特殊的一些结构啊 那么在雕性上 我对陈老师实际上也算是刁难了 可能在调性上几经周折 那么试图呢 还是要展现空虎最美妙的声音 所以在乐队和空虎的这个 调性上的使用上是很有意思的 是很在戳户上也是 嗯 以前其他乐章会不会有的 很少有的这样 由于空虎有双排琴弦 它可以做非常丰富 非常美妙的东方韵味的 一些特殊技巧 所以在这个作品里 陈老师也留白出了很多 来特别展示这个这件乐器 虽然它是现代的 也融入了很多西方的技术 可是它的血液 它的基因 它是我们东方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上 在这个作品中 大家可以听到其他两段 第一乐章的影子 还有第三乐章的卡丁萨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非常非常能够代表中国特色的 欢迎大家在7月22日 23日晚8点钟 来到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来观看我们的音乐会 来看我们的浴火浑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